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千万别选这种男人 来信如下 我第一段婚姻是因为前夫有了外遇 我们维持了十年的婚姻只能理了 女儿判给了前夫 因为她经济条件比我好 能给孩子带来好的生活条件 其实我和前夫还是有点感情 可我无法忍受她背着我出轨 这好像吞了一只苍蝇如梗在后 我和前夫结婚五年没有孩子 婆家人一直以为是我的问题对我冷嘲热讽 前夫一直维护我 后来去医院检查后 是前夫的问题 她犹如惊症 我们痛苦了很长一段时间 最后决定领了一个女孩 好不容易把女儿抚养到五岁 我们的生活渐渐苦尽干燃 有风有车 姐夫却做了对不起我的事 我眼里容不得傻子 我可以和你同甘共苦 却不能接受你的欺骗 我无法说服自己原谅她 这得离开 之后 我遇到了王子强 他告诉我 他和前妻离婚 是因为前妻不孝顺公婆 爱打麻将 他受不了 也就离婚了 他们十岁的女儿南南 判给了王子强 我和王子强惊人介绍 认识才三个月就结婚了 我父母觉得他条件不错 自己开了家产业店 还有一套房子 而且第一个孩子是女儿 如果我以后生了儿子 那么我在王家也是做足地位 他们说我一个离得婚的女人 要求不能太高 现在年轻女孩都伤感着 嫁给有房有车的男人 而且我的条件 也不算是最好的 在一家商场卖衣服 能赚多少钱 重点是我已经过了三十岁 不能再调了 就这样 没有婚礼 没有钻戒 没有酒席 两家人简单吃着一桌便饭 拍了套才两千多的婚纱套戏 就算结婚了 我这二婚姐的自己都有点看不起自己 这么草率敷衍 我知道二婚的路不好走 何况我一过去就给人当后马 我第一天住进去的时候 王子强郑重骑士和奶奶介绍我 这就是你的亲妈了 你忘了那个疯脖子 奶奶一下子摔着手里的杯子 大吼大叫 我才不要这个狐狸精当我妈 我不许你说我妈的坏话 说完 跑进卧室嚎啕大哭 我想尽全安慰 王子强是以我不要管他 一时间 我竟然手足无措 不知如何 怪王子强不该逼迫他女儿 喊我妈妈 在孩子心中 母亲的地位无人取代 他喊我阿姨没关系 我责怪他 不该当着孩子面诋毁他母亲 这样只会适得其反 让孩子更怨恨我 王子强不以为然道 我就是要让奶奶明白 他妈妈是个什么德性 我听了这句话 一时雨塞 先别说离婚各自安好 就算不祝对方幸福 也没必要做到不幸 与此同时 我隐约为自己婚后的生活感到担忧 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和前夫在一起的时候 我一个月买衣服化妆品 都要花好几千 和王子强在一起 我尽量控制买衣服的次数 有时候和王子强逛商场 看到喜欢的衣服 总是忍着不买 有几次试探性地问他 这件衣服好漂亮 配我的大衣肯定好看 我希望他回答 喜欢就去买呗 可他却说道 又买衣服 衣柜不都是你的衣服了 留着点钱给男男抱补戏办 我的眼神只能从衣服上慢慢挪开 恋恋不舍离开服装店 王子强的经济水平 虽然没有我前夫高 可也不低啊 因为茶叶店开了十几年的缘故 有着不少的老顾客 老顾客又带新顾客 生意也是源源不断 根本就不缺我买衣服的那几个钱 我虽然有自己的收入 可每个月家里的生活费 大部分都是我在出 王子强只负责房贷 和男男的学习费用 所以有时候 我的手头总是捉紧见肘 我这个人拥要面子 不肯开口和他提工资卡的事 我希望他能主动给我 而不是我隔三差五 伸手朝他要生活费 虽然我对自己比较苛刻 可在王子强身上花钱 我是心甘情愿 一点也不含糊 王子强上个月过生日的时候 我咬了牙给他买了部 五千多的手机 谁知拿回去的时候 他一脸都不高兴 说颜色不喜欢 我们晚上八点多 要去手机店换货 四驰了好久 店员说没货 要挑货 两三天才能到货 王子强当场脸色就不好看 跟我发货 你说你买手机 怎么不叫上我 明知道我不喜欢蓝色 还给我买蓝色 现在好了 不能换货了 真是浪费钱 回去的路上 孩子急急歪歪 絮絮叨叨 说我不懂得勤俭持家 说我太浪费钱了 我委屈地解释着 想给他一个惊喜 所以偷偷给他买手机当生日礼物 他竟然不敢动 还对我一番数落 真是伤透我的心 那个晚上 王子强只顾着摆弄新手机 完全不理会失望透顶的我 第一次 我对王子强感到了失望和心寒 这和我想象中的二婚生活完全不一样 原本以为 两个在婚姻里受过伤害的人 会彼此珍惜 包容对方的小缺点 发现对方的闪光点 可事实证明 我错了 如果是因为自身问题而离婚的人 第二次结婚仍然无法改掉陆系 那么不管和谁在一起 和谁结婚 都会过得不幸福 前段时间 王楠楠半夜突然腹痛男人 我们紧急送她去了医院 医生检查说是蓝尾炎 必须马上动个小手术 只是要预存一万进去 让我瞠目结舌的是 王子强竟然说这个月伙食费都给我了 身上没有多少钱 刚好月底 很多客户还没有回款 他竟然让我想办法给王楠楠交医药费 王子强大眼不惭地说道 每个月生活费都给你了 你不会花得一干二净吧 如果拿不出来 你就跟你爸妈或者跟你朋友借借 奶奶这是等不得 在这结果眼上 王子强的一波操作 真的是毁了我的三观 可我没时间去质问他 本想直接手机上操作 给王楠楠交医药费的 还是多绕了一圈 去附近银行的ATM自动取款机取了一万出来 我真是无法想象 王子强对自己的亲生女儿可可得如此地步 倘若哪一天 我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 他不得把我往大街上扔了 想象我都觉得不寒而栗 谁知道 自从我能轻而易举 拿出一万的医疗费后 王子强再也不给我生活费了 今天说茶叶店资金注转不了 明天说还完房贷 手头没有多少钱了 后面连房贷 也是我出钱交 我跟他说 这钱是我跟朋友借的 要赶快还给人家 让他手头有钱了 给我转过来 王子强竟然说我钻前眼里去了 才一万而已 跟我斤斤计较 他娶我 就是真心实意想要和我好好过日子 而我却无法和他共苦 他甚至反问我 有没有把楠楠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 花一万就心疼了 后面发生的事 让我决定抽身而退 及时至此 半年后 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一直都在老家的婆婆 风风火火收拾的行李 就来成立和我们同住 左一句伺候孙子出生 右一句想看看王家的长孙 好像王家的皇位 急需一个男孙继承 婆婆和大多数人一样 希望我生个儿子 说王子强已经有女儿了 就差一个儿子 王子强也因为我怀孕 态度对我好了很多 甚至不再限制我花钱 每个月主动上交的生活费 都比以前多了两倍 说差一点托儿子的福 生意好了很多 王子强给宝宝买的衣服和玩具 不是黄色就是蓝色 在他心里 笃定我肯定会生儿子 半夜十二点 王子强不在卧室 我正呼吁着 准备上完厕所打他手机 经过婆婆的房间 微弱的灯光 婆婆过躁的声音 传入耳中 他让王子强 抽空带我去私人诊所 查一下男女 如果是女儿的话 就拿掉算了 说我如果再生出一个女儿出来 男男肯定是委屈了 无论如何 我必须得生出个儿子 才算圆满 王子强对婆婆的说教 一言不方 没说同意 也没说不同意 莫能两可的默认态度 让我心深含义 你看 到头来 我始终是个外人 十个月后 我让他们失望了 生了个女儿 王子强和婆婆 连看都懒得看一眼 我看清了他们一家人 虚被的嘴裂 我提出离婚 王子强想也没想 就答应了 这段婚姻就这样结束了 每一次离婚 都是伤害 特别是女人 一招被蛇咬 十年八糟舍 有的女人离婚了 却再也不结婚了 一辈子孤苦伶仃 其实 每个人都有追求 幸福的权利 只是要保持一种 宁缺乌兰的心态 要被自己的后半身负责 中年女人 二婚选择这两种男人 无疑是一种伤害 希望大家 能吸取我的教训 一定要记住 宁缺乌兰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世界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 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 现在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 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林言希望大家都能怀着 最大的善意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 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尽情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